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今天來到灣仔 Grand Hyatt 如果看開我的自助餐片的朋友 應該就會知道我們去年吃過 Grant Hyatt 地下那間 Grand Café 2018年度總結 我給這間餐廳非常高的評價 我覺得它是很好吃的 但是Grant Hyatt 不只有一間餐廳 是有提供自助餐的 我們今天去到它另外一間餐廳 就在Grant Café的樓上 其實它這個位置應該算是各樓 這間就是茶園Tiffin 它這間的主題就跟樓下Grant Café 又或者跟大部分香港其他的自助餐 都有幾明顯的差別 這間來說就不是玩多國菜的 它不會有那些中國菜 日本菜 即是刺身壽司那些 又不會有那些印度菜 咖喱那種 它是偏向西式的 坐下了一會和大家說一說它的環境 它整個場就不算很大 在這個比較角樓的位置 樓底其實就很高 等於正常兩三層這樣 現在我的對面其實就是落地玻璃 又看著灣仔的扭境 剛才我剛剛到的時候 6點多7點 即是太陽還沒收的時候 整個感覺都很開陽 現在看出去的夜景就不算很華麗 因為這邊剛好那些大廈就不是很多燈光那些 但OK 好過四面牆那種 擺位方面都挺對得住酒店的級數和價位 不會太大 桌子都不是最細張那種 之前我剛剛有拍尖沙咀的酒店 我覺得桌子都挺細張 這裡就沒有這個問題 看看多少錢 平日成人正價每位728 6點半吃到10點 另外也有任飲雞尾酒紅酒白酒的package 我們今天就用了一個買一送一的優惠 Info Box會有連結 今天就有兩款生蠔 這間餐廳就一時時的 我其實之前上網看到 有時有些人就會說它有四款 有時甚至乎有六款那麼多 今天兩款蠔都是法國蠔來的 我先試這個 尺寸不算很大 但是它也不瘦的 你看到也有肉的 這個生蠔絕對是近很多次吃自我餐以來 質素最高的一次 味道不會太鹹 非常鮮 非常鮮 非常明顯的蠔味 挺好吃的 這個 剛剛吃過一款生蠔 它的味道不算很複雜 比較簡單 我現在就試了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法國蠔 這個是芬迪嘉 剛剛吃兩隻蠔 兩隻蠔都有蠔殼碎 我覺得都不算少 我覺得 這隻蠔也不太乾淨 這個要扣少少分 芬迪嘉 就是一個很普遍的 香港很多地方都有提供的 除了少少海水味 和少少鮮甜的味道之外 我還吃到它今天這個 有少少的礦物味 還有那個aftertaste也是有的 吃完之後有少少 在你的嘴裡有些回甘的味道 雖然質素不錯 但review速度就一般 特別是下半場 即是八九點打後 內不久就會見到真空的情況 跟手順便看看凍海鮮 款式比較少 有些什麼就自己看畫面 講一下沒有些什麼 很多自助餐都很常見的 凍龍蝦麵包蟹等等 這裡都沒有的 有的東西 質素算是中上 其實這間餐廳 整體食物選擇算是偏少 而且它又沒有日式刺身 凍海鮮我覺得應該要齊款一點 同一張桌子中間有點熱分 我們不要管它 先看另一邊的沙律 凍海鮮和沙律的對面 有幾張圓桌子 這邊都放了一些冷盤 除了常見的Cocas 也有一些自家製的東西 幾款都做得不錯 這裏的凍檸茶 放下的時候就告訴我 它的檸檬是用來裝飾的 它已經很貼心地準備了這個 是他們做好的檸檬汁 看到裡面是有些果肉在這裡 是鮮的檸檬汁來的 我覺得很方便 有什麼東西很貼心 在這裡吃自助餐 每人還會有一隻龍蝦 有三個煮法給你選擇 我和Kit每人要了一款 這裏的視野都很貼心 就問我要不要幫你分開 每碟是有兩款 讓你們方便分享給你吃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我現在有兩款 一款會有一個白酒 加上芝士的調味 另外一款會有香草牛油 有兩款 現在我試一下這裏的龍蝦 這個不是任吃的 每人一隻 切下去 肉質就很帥 這隻龍蝦好吃的 本身的內貨很漂亮 新鮮的 實肉蛋 這個調味都剛剛好 而且生熟程度都拿捏得很好的 不會老了 最可惜的就是 不是任吃 如果這隻是任吃任點 這裏就很好玩 我試另外一款 看看哪個味道更好吃 質地切下去真的很美 龍蝦就知道了 不用吃 這隻的火候的時間 還做得比剛才的半邊 這個好吃 吃完龍蝦 我們就看其他熱分 在凍海鮮和沙律的中間 就有這幾樣東西 好嫩的白露筍 正常的法式奶油田雞腿 這個是香草牛油焗法國鍋牛 接著是煎鵝肝 切得挺厚 不過一來就不是即煎 溫度和質地都差了些 二來這隻鵝肝本身不夠香 吃起來好像鴨肝 接著有法式洋蔥湯 白露筍湯 和這個法式雜肉湯 有沒有發現很多東西都有法式兩個字 因為他們最近做法國主題 其實每幾個月他們都會換下主題 所以食物就不一定每次一樣 這裡比較特別就是有牛骨碎吃 它的牛骨碎就是整條的牛筒骨 讓你夾回來整條吃完 牛骨碎也有其他酒店提供的 但不是這樣做的 它可能是找一些再大條的牛筒骨 放一份在這裏 如果你說要 師傅就拿一點點給你 那份量就很少很少 今天這裏就大方很多 就整條給你拿回來慢慢吃 接著就試一試這裏的招牌菜 威靈頓牛扒 這個就長期都有的 我之前也說過 如果自助餐玩這件事 就很欺負人的 輸在起跑線 因為威靈頓那個酥皮 你不是馬上吃 就一定狀態不漂亮 我剛剛也拍了我這一塊的樣子給大家看 就這樣看上去就不太漂亮 公平一點也說給大家知道 剛剛早上15分鐘左右 其實這裏應該是剛剛出爐的時候 Kid也拿過一份 那個樣子比我現在的好多 就沒有脫皮脫骨 而且那個位置剛好就完整一點 那我現在就試一試味道如何 三熟都很適合 它這裏都是三四成的 它的酥皮都更酥 而且都香牛油味 而且它今天這個酥皮底 都看到它是有釀製的 是有釀製的 那威靈頓牛柳 你知道在香港 一般西餐廳吃的 價錢都不便宜 如果今天這間餐廳 即是自助餐 提供到一個這樣的質素的威靈頓 其實就挺好的 挺高分的這件事 原台那邊還有幾款熱分 款式設計上我覺得是細心的 食材和口味上不會很重複 味道平均來說都挺好 特別是紅酒牛肉和爬爐魚 兩款都挺好吃 最後看甜品 款式不算很多 但都多過樓下Grand Cafe 特別推介一下這裏自家製的雪糕 口味非常大膽創新 來到這裏就一定不要錯過 至於另一個重點蛋糕 就有一個大問題 跟生蠔一樣 很早就沽清 我來之前上網都見過有人說這個問題 今晚就驗證了是真有其事 試一試這個檸檬 味道非常清新 還有它的餅皮也不會太厚 這個好吃 這個蛋糕質地比較濕和比較重 不是那些很輕身很綿的那種 這個就做得一般般 但OK正常的 我覺得士多啤梨很酸 這個拿破崙做得非常有層次感 這個餅非常鬆脆 另外就是它有些醬 就是Nus的醬 令到味道非常香 除了Castard Cream之外 有其他Nus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蠻好吃 試這個雪耳奶凍 我覺得這個很搞笑 因為它這個自助餐的主題是西式 但是它這個奶凍是有一個雪耳 還有一粒杞子 我看到它那個奶凍上面還有一層桂花膏 它這個中式的Fusion 味道也挺和諧的 唯一就是它的奶凍不是太重奶味 它這個Pancake就是你即叫即做的 所以就熱辣辣 它面上的汁就是一個橙味的酒 它這裏所有的雪糕都是它自家製的 我拿了這個是Champing雪梨味的 雪糕是非常之高水準 試了這兩個味道 一個就是瓶子味 另外下面這個是芒果糯米飯味的雪糕 試一試 這兩個味道是我剛才在外面 和他們有一個特國的大廚 聊天 他私心推薦我吃的 我就聽他說 試了之後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那個芒果糯米飯味 他也跟我說 看下去就好像沒有特別 但是吃下去會很好吃 我果真吃下去真的很特別 這個很特別 它那個糯米一粒粒 吃到口感 剛剛職員就給了一些茶葉我選了 那選完之後 他就會幫你沖一壺茶 然後就會給你一個沙漏 沙漏是三分鐘的 你看到現在都流下來 那我就可以喝茶了 那除了說一些很正常的 一般可能例如Breathless Tea Al Grey那種之外 他們會有幾款是酒店自己混的茶 可能會有些果香 有些香草 那職員都會和你介紹 然後會給你聞一聞茶葉 那你選一個自己喜歡的 結論 食物款式不算很多 但又不算太少 質素平均來說都不錯 沒什麼福 當中有幾樣東西都做得挺精緻 不像一般自助餐水平 還適合最近法國主題 你當來吃一餐有很多個Course 會吃到很飽的法國菜 其實都值得吃 但如果你心目中想吃一般自助餐 什麼都有那種 那這裡就不適合你了 但是有一樣東西要讚 就是這裡的環境 服務 整餐飯的氣氛 都是很好 即是今餐我來吃 我自己都是吃得開心 覺得用餐的過程是很舒服的 還有有一樣東西就是 再讚多一次這杯茶 這杯茶都很好喝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講到這裡了 看完記得訂閱給LIKE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